秦偉被控六招骇人 继续追溯期达30年 因为以前感情观的偏差 所得罪之处 表达最深最深的歉意以及祝福 一人秦偉遭八名女子指控 涉嫌性情或性后不理 其中一名女造型师和失信女子 已向检方控告秦偉 涉嫌强制性交耿罪 有那种他以前的歌迷 然后当时他才14岁的触名人 然后有十几个女生 我听到我最深切的就是这件事情 虽然秦偉变称只是感情偏差 否认性情 不过女造型师整理出秦偉的六大招数 包括应来未成年性交 骗感情约炮性骚扰和人才两师 律师指出强制性交罪追溯期达30年 最终可处10年徒刑 与未满16岁少女性交 就算是女方自约 最终也可处7年徒刑 如果是未满14岁少女 女方同意的话 最终可处10年徒刑 但若是强逼 行度最轻97年 其他女生如果觉得受害 应尽速向检警报案 保障自身权利 就算没有直接证据 检警也能从对话内容等资料查明 前方也提供了这支电话 让被害人报案 动新闻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